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采访里像承受了这么多大众舆论的周迅和霍建花道歉 不过也能理解导演了 他也是为了戏 深思熟虑后才补这一段的 看得出是个很负责的导演了 虽然前妻不是很尖人意 但是在确实像导演说的那样 压了轻英少女妻那段 确实更好的丰完了 如意的人物形象也给如意的转变有了很好的铺垫 确实按导演的说法一看 如意的后期真的不要比前妻状态好太多 而且大家看过的都知道 其实如意后期的装后并没有前妻的好 但在画面上看过去 人还是显得比前妻的好看 就完全可以理解不轻英那一段的时候 他的状态也多不好了 霍建花年后期把一个帝王的气势 赴黑全演出来了 跟前面穿绿马甲的真的是两个人 只要是在补少女漆镜头的 大家看的脸色都不是很好 董奇的脸上还隐隐有了周文 更别提在剧中一项以娇俏可爱著称的会贵妃的 演贵妃的会儿都离近前邸好几年了 可却比戴字归中的时候皮肤还好 还显年轻 由此来看还是比较相信导演今天采访所说的鹅 不过就算导演今天说了这样一番话 洗清了周兄和霍建花的冤水 还是在剧中这么一大段重男轻女 封建思想的话 可是不管怎么样都没得洗了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在剧里说 生女儿有什么用 有了儿子 女儿就是锦上添花的点缀 这都哪一年的老房历了 还在说这种话 古代是重男轻女 但认为女儿没用 儿子才管用 是在清朝是比较中下层的价值观 贵族世家的家庭环境里 女儿出嫁前是教课 出嫁后是古奶奶 在联姻和巩固家族地位上的作用 并不比儿子小 可我们的皇后娘娘 不仅是有这样的思想 还说出来了 不仅说出来了 还是当在女儿的面说出来的 没有儿子 女儿连雪中送汉的那点 探过都比不上 不过是聊胜于无法了 这样真的过分了啦 不过其中的一小部分失误 还是不能完全覆盖这部剧的优点 第一 每次新职累出场 就好怕要是什么妖得子 一欢可以说是目前最喜欢的存在了 有思想有智慧 还不虚伪 很希望这个人物可以活到最后日 图片来源网络 如有一问请联系后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